其實彭博的專家 他們就說西方觀察人士本來希望說 普丁對烏克蘭這種跌跌撞撞的入侵 可以說服中國放慢步伐 或是讓習近平不願意去攻打台灣 但他們說現在還有另外一種可能 這什麼可能 就是這種困局 可能會促使北京速戰速決 用更狠更果斷的武力 避免陷入莫斯科如今的困境 范老師你怎麼看 對 我們知道就是說 其實這次對習近平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啟示 如果說俄羅斯他是透過路 他跟烏克蘭是土地接壤 這樣其實是運輔最快的 他都達到後勤保障不到位 然後解放軍如果要東台的話 他就渡過台灣海峽 他的困難程度是更高 高的不是幾百倍 再來就是說這次看起來 俄羅斯的軍隊貪腐不斷 我們看到普丁抓了二十個將官 因為他的這個裝備到前線去 都不能使用 甚至出現了很多的一些錯誤的狀態 但解放軍貪污的情況 比俄羅斯肯定是更加的嚴重 我們看之前的這個中共中央軍委會的副主席 郭伯雄 徐才厚 那個裡面家裡面抓出來的錢 滿山滿谷 所有的軍隊 所有的將軍官都是靠買官 而且都明碼標價 請問這樣的軍官能夠如習近平所說的 朝之急來 來之能戰 戰之必勝嗎 所以我認為他一看這個情況更是不敢打 再來第三個就是這次國際間對於俄羅斯的這個制裁 經濟制裁 如果解放軍要打臺灣 抱歉 臺灣的重要性比烏克蘭大太多了 因為我們是全世界晶片的生產基地 解放軍如果打臺灣 全世界的股價絕不必要往下滑 連美國股市都要垮了 所以說國際間對中國的制裁會更加的嚴重 台灣耍說他是一個民主自由的一個國家 你要用一個威權體制 用一個獨裁體制 讓臺灣被迫像香港一樣 被迫接受一國一制的話 國際間不會做事 他如果真的貿然打臺灣 那你說他是不是可以快攻 就用快攻的方式 對 但是我們很抱歉 臺灣現在已經是個刺蝟島了 我們最新的天弓飛 三型飛彈 準備在臺灣十七個地方要設這個基地 而且我們的這個他的高度可以達到七十公尺 所以這個天弓飛彈 更不要講我們看到 這是我們的熊三跟熊二 他對是對軍艦的飛彈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臺灣的飛彈的數量未來可能 現在僅次於以色列 過來即將超越以色列 那當然因此你要對臺灣進行第一個 飽和的飛彈攻擊 會很大部分會被臺灣攔截 那即便少數落到臺灣地下的話 也不至於造成臺灣全面性的崩潰 更不要講我們目前也有反制 中國的飛彈 如果你打我們 我們也可以對你的基地進行攻擊 也可以先發自人 所以這個戰爭對習近平來講 如果他敢貿然的對臺動的話 事實上是自尋死路 有人說他可能會去針對東沙島 打一個小島來做個樣子 來增加他國內的民眾對他的支持 可是我們知道 東沙島雖然是義工難守 可是如果你佔領的話 國軍有沒有可能再把你收復 那你就更慘 更丟臉了 而且如果美軍也加入 把你的什麼永俗島 什麼美濟島 也一併收回的話 那是不是得不償失 到最後你可能全盤切輸 所以看起來會全盤切輸 但現在我們還是要靠自己 我們看到現在我們也在不斷的在強化 反艦飛彈的打擊能量 正好我們看到現在我們雄山陸基增程型跟空射型的反艦飛彈的提前量產 部署抗中威逼 就是說這些這個反艦飛彈 我們已經開始要提前部署了 我知道大家最近看俄屋戰爭 都發現說好像船艦很肉咖 隨便都可以打到 其實沒有這麼容易打到 好像海王星兩艘就把莫斯康打沉 沒有那麼容易打沉一艘船 也沒有那麼容易打到一艘船 我給大家看一個畫面 是我最近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照片 是4月19號印度在做所謂的軍演的畫面 印度軍演的你看這是4月19號 2022年早上8點45分的照片 印度在做軍演的時候 他們要試射布拉莫斯的反艦飛彈 一樣就去打船的 然後打這個船 這個是大概兩百噸的這個掃雷體 很小很小 我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比如莫斯康號是一七萬噸 所以這並不大 很小 所以你看喔 在試射的過程中 印度超怕就沒有射到 沒有射到就丟臉嘛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上面掛滿了鐵絲網 這個鐵絲網就是增加這個雷達的結面積 讓這個反艦飛彈去抓的時候 比較好抓 除此之外 你可以看到這個 有大大小的這個 這個東西 像是一個三角形的東西 它叫腳反射器 腳反射器就是雷達打 打進去的時候 它會彈彈彈彈彈彈彈 回彈的時候那個雷達面積會變大 它會增加這個船的體積 很多漁船上面都會放腳反射器 就是說比如我在開的時候 不是敵方 另外一艘船比較容易看到 你看他們在這個 除了一大堆鐵絲網之外 你看腳反射器 腳反射器 腳反射器 然後擊中的這邊 特別放著腳反射器 他們很擔心沒擊中 在這麼多步子之下 終於擊中了 然後擊中之後打一個大洞 也沒成 但先不管 可是我們的雄三飛彈 那時候誤射的時候 是誤射到一艘一百噸的漁船 把漁船穿進去 所以觀眾朋友再看一次 印度的布拉莫斯 他們聲稱最先進的 在四射的時候 兩百噸 等於是那艘漁船的兩倍大 都要掛這麼多漁網 擺這麼多腳反射器 才能確保他們可以射中 可是我們在一次不小心的 霧己的狀況之下 讓雄三飛彈打到 那叫翔力森號漁船 當然悲劇一死三傷 這不談 可是那個漁船非常非常小 一百噸而已 只有這一半 所以表示說我們的技術 是非常非常好的 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我們的雄風非常存活率也高 他在打出去的時候 會踢海飛行 然後踢海飛行到最後 踢海飛行就是說 你的敵方雷達比較抓不到 因為地球是圓的 你踢在海 他雷達打出去會看不到 然後在快要到被抓到的時候 因為一般上面都會有方正快炮 或機炮來去打 他會左右移動 會做一個快速閃避動作 然後打進去 然後擊中的位置 我們設定會是在這邊 這跟這很類似 是在船中間稍微偏下的位置 為什麼 讓水進去 因為這個沒有加高爆彈 如果進去有高爆彈的話 這下面也會破掉 水會進去 那水進去之後 這艘船就有可能會沉 這是我們雄風飛彈是非常非常 具競爭力的 這是事實 另外一件事情 那好 我們有競爭力 你現在做了什麼事情 這這邊新聞顯得很清楚嗎 雄山空射型可掛IDF戰機 這件話懂人就知道 我們的IDF佈置在哪裡 佈置在澎湖 我們澎湖有IDF的中隊 所以現在如果在澎湖 佈置了雄山空射型的反艦飛彈的話 當老公要渡海的時候 到台灣海峽中間會先過來 先過澎湖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完全為老公在做所謂 渡海攻台的軍艦來去做演練 另外一個我們有什麼 極速炸彈 極速炸彈就是所謂指母彈 指母彈 指母彈我們也掛IDF戰機 那有人說指母彈不是違反 什麼日內瓦公約 聯合國不是規定 不可以用嗎 誰理你 我們又不是聯合國會員 你老公要打我 還跟你講公約 所以說這些事情 我們其實都做好準備 但其實我認為 我們最近有蠻多就是類似 包含熊山的真誠型 然後熊山陸基型 還有熊山空射型 掛IDF 這類的軍事訊息傳出來 我覺得某種程度也是 在因應什麼 惡物戰爭的緊張情勢 導致台海局面也在緊張 那我們釋出這項訊號是希望說 讓老公有所節制 不要因為你的內部壓力想擴充成 外部衝突來解決你的內部壓力 我們這邊武器是傳北沒有 準備好了 請你有所節制 不要輕易的去動 我覺得這也是某種政治上的訊號 那我當然希望說 台海之間不要發動戰爭 可是不要發動戰爭 不是相願的說 我們去談就不會發動戰爭 而是我們要先武裝好自己 戰爭才不會發動